SBL是臺灣籃球的最高殿堂 不過回顧第二週的精彩戰況 似乎是各隊洋將比本土球員還要強勁 先來看十一月二十八號 台鷹對上富邦勇士的比賽 台鷹洋將James Tyler展現霸氣 全場搶十五個籃板不說 還送出六計熱騰騰的麻辣鍋 實在很懷疑 Tiler平常是不是有在兼拆 搭配團隊平均的火力支援 最後台鷹兩分氣走勇士 新球技終於開湖 鏡頭轉到金手與玉龍的交手 同時也是雙方新舊洋將 Brian Davis跟Aaron Paduaid的正面交鋒 戴維斯開賽就用行動證明 他這位新歡就是比舊愛好 這場比賽殺盡殺豬 抄劫快攻爆扣 外線內線通通一把照 一口氣砍跡三十八分 不過B Davis一支獨秀 還是比不上隊友威哥 有隊友們跳出來相挺 只好言真真看著玉龍帶走勝利 上個週末選情贏面倒 但是SBL達不到最後一秒 誰輸誰贏根本無法預測 還比在二十九號對上二連勝的台鷹 前三節雙方殺了難分難捨 但是綠山軍靠著小廢人劉真 全場十五分 十籃板大波大波帶動下 決勝捷拉出七比零的小高潮 奠定勝機 向那三連勝 至於玉龍五位免軍樸炎的廝殺 全場比賽展現高強度打法 也讓戰況更加胡說鳴臨 但是南模呂正如 決勝捷挺身而出 發牌的三分球 再來硬攻籃下 全場十二分緊張 順利玉龍贏得這場龍頭卡位戰 而且這股氣勢 還一直延續到禮拜天 66比58打敗富邦勇士後 玉龍目前四連勝直居龍頭寶座 氣球季的第一場OT賽出爐了 前兩戰都以二十分之差 訴求的金門九場 周日面對台北達新 原本一路埃達的金九 最多落後十三分 但他們決勝 沿用一波十三比一的攻勢 頒平戰局後 延長賽在靠著林偉翰 以及陳靜環 源源不絕的外線 火力拉開差距 而且別忘了 還有洋將Briain Davis 三十一分二是攔滿了 恐怖數據 徹底打爆達新進居 中場金九八十一比八十二 營球本季終於開湖 會不會幫助他們 接下來一路創新屋組 別忘了最精彩的SBL 就在未來 外體新聞綜合報導